大家好,今天就想吃一個市面上見到的番茄麵 先說一下這個麵 這個麵呢其實就... 我一開始見到的時候就覺得很普通 我一看就會覺得是不會特別好吃 因為其實番茄的麵呢 其實很難煮到真的... 好吃的 很難煮到真的有個番茄的麵 大家都不知道有沒有吃過 很多番茄都是一些... 那種味道是一些很假的 真的... 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說 但是總之就是... 嗯... 有點假 這個就是番茄牛肉麵 它真的有牛肉的 但剛才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牛肉相片都很厲害 而牛肉呢... 就只有這麼多了 是非常非常酸的 就是呢...大家如果知道吃番茄呢 或者你有煮開食物是煮番茄的話 那大家都可能會知道就是... 番茄其實一定要加糖的 如果不加糖呢 那番茄一定是不好吃的 除非你本身喜歡吃酸 就不需要加糖啦 但是其實正常來說 番茄一定有糖 它中和一點酸味才好吃的 對 就如我一開始見到所... 就是剛才所說的 番茄的麵呢... 我就已經是覺得... 沒有什麼特別大的期待 期望感啦 也都不會期望它真的很好吃啦 因為始終... 始終... 用粉做的番茄其實真的很難好吃的 除非... 茄膏啊... 茄汁啊... 這些其實... 可能屋企大家已經有了 番茄... 茄汁會有啦 番茄未必有 茄汁一定會有啦 茄膏未必有啦 但是番茄... 茄汁都能做到一個效果的 但是這個呢... 感覺上就不會太出啦 我番茄味 那種味... 不夠我自己煮的那麼好 我不敢說自己煮的很厲害 但是呢... 我自己煮的茄汁... 即是茄汁通粉 即是我會放茄汁這樣煮通粉的湯底 都會... 比這個好吃 這個呢... 感覺就是... 一些... 比罐頭湯... 更... 普通的番茄味 對啦...老實說 因為我自己都是番茄迷來的 我挺喜歡吃番茄的食物 我也都吃得酸的 吃得酸 我喜歡吃番茄的酸 再加一點點甜的味道 但是這個呢... 很遺憾地一開始說了 只有酸的味道啦 第二樣就是... 番茄那個... 番茄的味道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但是都很合理的 因為本身它是一個... 即食麵來的 即食麵呢... 就... 要求不能太高啦 都... 不可以說要求太多啦 然後... 關於麵的麵底... 麵餅呢... 其實就是一個很普通的麵 放了一個有番茄湯底的... 麵 沒什麼特別 啊... 這把牛肉夠吃三天啊 完美 對... 非常之酸啊 我想是... 這個牛肉是重醃的 所以... 味在牛肉上 但其實... 感覺... 番茄牛肉麵是這樣的嗎 我不知道 因為我很少吃番茄牛肉麵這個配搭 對... 我比較常吃的就是普通... 番茄... 即是羅宋湯 羅宋湯那種... 通粉底啊 或者... 麵底 很少吃麵... 即是很少吃番茄麵啊 番茄通粉比較多 對... 我會覺得有一點點... 一般的啦 對...真心 因為... 本人番茄迷 對... 吃下這個番茄呢 首先它的番茄... 嘖... 嘖...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假假的 這個番茄味 對... 還有就是沒有糖 不可以說沒有糖 但是呢... 它的甜味呢 是... 不足以令到那個茄汁昇華 對... 就是這樣說 因為本身我也知道... 番茄汁那些怎樣做 番茄汁怎樣做 我也知道的 對... 那跟真的番茄比呢 當然是差很遠啦 但是... 這個醬呢 感覺上... 它是比一些... 番茄湯的罐頭 是更加... 普通啦 對... 就是番茄湯的湯底呢 你可以吃到很酸很酸的 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啦 番茄湯底那些... 那些罐頭湯呢 很酸的 如果你不下糖呢 就這樣喝呢 一定酸到爆 對... 那些其實... 我覺得還可以啦 但是這個就... 跟那個味呢 這個... 我不知道它的水份 是預理... 是... 還是我加多了水呢 但是... 其實我算... 算到是剛剛好的 如果我選的話 因為我都自己會煮到那個醬汁出來的 煮到那個番茄汁出來啦 當然如果有的番茄就更加好啦 沒有番茄呢 其實你都可以用茄汁都做到的 不過那個量就要多一點啦 那看看大家... 怎樣選啦 我如果懂得做 我一定會自己做啦 好啦... 那這次的影片呢 來到這裡啦 我們下次再見啦 喜歡的話記得按個like 還有按訂閱 下次再見 拜拜 下次見